欢迎收听日日之声中日双鱼广播节目 我们每周一到五会带来几则与日本有关轻松有趣的中日双鱼话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在日本有16% 大学院生平均学代杯了300万日元 那我们开始啰 日本的大学に通用ためにいくらかかると思いますか? 実は日本の生活水準からしても安くはないです 台湾では公立大学なら1年で5、6万元で 私立なら10から12万元で通えるので 家から支援してもらえなくても 学生が自分でバイトすれば何とか負担できるような金額です それに比べて日本では一番安い公立大学は年に50から60万円で 私立大学は80から120万円かかります 台湾とは5倍近く違いますね 你知道在日本读大学的费用大约是多少吗? 其实就算是以日本的薪资水平来说 读大学也不是一件便宜的事 在台湾 公立学雜費一年顶多5到6万 私立的费用一年约10到12万就可以读大学了 就算家里不支柱 以学生自己打工来说也能负担 日本最便宜的公立大学学费 一年约50到60万日币 私立大学一年更是要80到120万日币 与台湾相比是4到5倍的差距 文部科学省によると 大学院生16.5%が借金300万円以上抱えています 私たちが親しい日本人の先生が 200万円の借金がまだ返済し終わっていないと 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す 学部が違えば費用も変わってきます 例えば理工学部の学費は 文学部より高いのが一般的で 一番高いのは医学部 年間およそ300万円かかるそうです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 等同于台湾的教育部 所有毕业的硕士生大约有16.5%的比例 身上都背了300万日币的学貸 連我们熟悉的日本老师身上 也都还有200多万的学貸 尚未还完 在科系不同的情况下 也会有费用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理工学院的学费 会比文学院来的贵 而学费的天花板 则是医学系 学費は高いのに対して 学費の減額 免除 奨学金の制度は他の国より整っているらしいです 日本の大学に入学したいと思うなら 注意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は 学費以外の費用です 例えば入学金 授業料 施設一両 言語学校の費用 生活費など 日本で大学に通うために 台湾よりはるかハードルが高いですね 雖然学費较高昂 来说費用門口要高上许多啊 这篇其實 不意外 日本学費貴 这件事本來就是公開的秘密 就是如果你 学日文学一阵子 然后你曾经起心动念 想要去日本留学的话 其实你稍微查一下 你就会知道 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真的 那个钱不是 随便一个大学刚毕业 或者是一个高中生 你可以掏得出来的钱 而且我觉得就算家里愿意帮你負担 我觉得也是一个 沉重的负担 对啊 因为像是台湾真的有够便宜耶 台湾的大学 像是 雖然我也是自己学贷 可是我四年这样子背下来 我才十六 十七万日 是得学贷而已 比想像中便宜耶 就是 对啊 所以你是四年都是先学贷付 对四年都是学贷付 所以你还没有交学费过 没有 哦是哦 可是书籍费跟一些杂费是要交的 对 然后其他的全部都是 就学贷 嗯 因为利息很低啊 因为像是现在台湾有一个 就是政策 就是你前七年 嗯 所有的利息是政府帮你出 嗯嗯 对 所以就是你可以 嗯 就是如果你的收入还没有到一个 标准 可是那个标准有点高 嗯 就是你年收没有到那个标准的话 其实你都 利息都可以不用付 嗯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 哎有学贷就先放着啊 反正又不用利息 为什么我有钱我先拿去投资就好 干嘛 嗯嗯 干嘛赶快要换 因为他利息真的很低 就算七年之后 你要开始交利息了 但利息才一点多 嗯 之类的 嗯 嗯所以就是像很多名人都没有交啊 比如说那个啊九把刀啊 哈哈哈哈哈哈 每次讲那个学贷他就会被拿出来扁 哈哈哈哈 不交钱 对啊 就是那个学贷的钱很低 嗯 嗯 可是如果你是念那种私立的大学 然后你所有四年都是学贷的话 你出社会 哎你毕业之后就是四 一年就八万嘛 八十三十 就三十几万 嗯 嗯 就会背比较多 嗯 就是 我觉得三十几万对于台湾来说 也是有点 嗯 有点大的钱 有点多欸 三十几万都可以创业 哈哈哈哈 对不对 想慢慢还吧 对啊 可是也不是还不起的一个价钱 对 因为像是 我们会聊 我看到这个新闻 然后贴到我们的群组 然后那个 本门老师 他就说 就跳出来说 哎我还有两百多万 哈哈哈哈 哎很多 两百多万 他都出社会几年了 十年有了吧 十几年吗 他在我们学校教了 都十年了 然后他 两百多万 等于是五六十万台币耶 很多耶 很多 所以他已经不知道还了多少了 未知 嗯 我们没有过问 然后 像是 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就是他们会说 这个是奖学金 奖学金 然后我就看到我就 蛤 什么叫做奖学金 还有两百多万 对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单支会解释到 嗯 就是说日本的 说奖学金会分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台湾人 认知的奖学金 就给你钱啊 送你钱 送你钱 另外一种就是说 学代 就是学代他们也叫做奖学金 超级怪的 超怪 就是对于台湾人的预感来说 诶 奖学金应该是 优秀的人 拿到不用管 所以我通常要跟人家解释的话 我就会说 那一种不用还的奖学金 哦 你会特别 对 特别前面加 对 哪些是要还的 跟不要还的 对 哦 然后其实日本的那个学费啊 就是依照科系 其实差异蛮大的 嗯 像医学系 真的超贵的 一年要一百多万日币 反正也考不上 一百多万台币 反正也考不上 考得上的人 基本上应该都蛮 蛮有钱的吧 不知道 啊如果那些穷苦学生 想要依靠念书 翻身 那他是不是 那他就可能要去争取 不用还的奖学金 哦 或者是他先用借的 然后当医生职业了之后 再还 慢慢还 对对对 哦 而且有利息啊 而且不知道日本那边的利息 是怎么样的 对耶 没有过问 嗯嗯嗯 然后像是台湾的 就是学费非常低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造成 留日的日本学生变多 对 嗯 像这个你知道 对对 就是最近几年 像我自己有 我有两个账号 一个账号就是 专门就是想要跟日本人 做交流账号 IG账号 然后我里面就有 follow蛮多 只有留台的日本学生 嗯 就真的很多耶 就有变多 嗯 嗯 像这个台湾 就日本人 拍台湾系列的YouTuber 也变多 对对对 超多 然后 我们学校 然后来 我们学校 交换的日本人 其实本来就蛮多的 可是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会说 啊生活费很便宜 嗯 跟学费很便宜 对 以前是交换生嘛 现在是连正规生都变多 嗯 就是直接四年 要读四年的那种类型嘛 对对对对对 而且 虽然 嗯 像是我们有查到台大的那个学费 嗯 台大学费也超便宜的耶 它的本 本金 就是学费不是加一些 无微博什么的 才两万一把 一学期 嗯 然后对 然后它还有 这是对于台湾本 本 本地 嗯 然后如果你是 比如说港生 或是就外 外籍的学生 你要进台大念书 它是有时候比较贵 但是也才三万多 就是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 就会 三万块 是免费读的感觉 因为这个价钱 是国外是看不到 真的真的 不管是哪个地区 就是台湾的大学 可是我们的那个本门老师就有提到说 就是虽然学费便宜 但是其实教学品质也有差 是好 他觉得台湾的教育不行 不是我们说的 是他自己也觉得 对啊 像我就是只有在台湾读书过 就没办法比较 我也是 而且像是我们都是读文科嘛 我觉得文科的 就是需要用到的资源 相对其他研究型的科系又更少 就是我们学校不用投很多什么大型器材啊 或是什么研究的设备啊 像我们以前 我是读大传系 就是我们系上超多设备 就是我们的学费就是会比其他科贵一些 虽然我们是文科 可是你们学校本来就是私立的 所以设备比起一些功利的还要好 这是应该的吧 你是收比人家贵的 你设备就应该要给我们更好的 我们电脑都苹果电脑耶 对啊 这很珍惜耶 就是以大学生来说 所以你就是 难怪你都用苹果的 就不习惯啊 学校也是用 也有Windows的电脑的教室 但是苹果的用起来比较顺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在台湾其实 背学代的比例 其实跟日本是差不多的嘛 对我之前有去查 就是有 就是毕业 大学毕业生有背学代的 不管是台湾还是日本 大概都是四十几趴 就是 趴数是差不多 但是背的金额有差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以薪资的那个 水平来看的话 好像也差不多 你觉得是成比例的背数吗 对 可是日本的大学的学费 不是我们的几倍而已 对啊 因为像是最便宜的公立 一个月 一年也是要六十万日币左右 六十万日币就是台币二十几万 20万的 像我们 比如说公立的好了 只要两万多 是我们的十倍 可是他们的薪资 有我们的十倍多吗 也没有到十倍啊 没有到十倍对 对 所以这样子的集聚 就会让我觉得说 他们那个真的是特别贵 难怪要帕帕卡兹 可是他们打工也 他们打工 他们租房子也很贵啊 他们光生活费 应该打工的费用 就是差不多 cover自己的生活费而已 难怪都会有 那种漫画剧情就是 就是那种养 养女吗 养子 然后就不敢上大学 因为怕给 就说什么 家里有个优秀的哥哥 所以我不能读大学 这种概念 这种剧情 对对对 已经一个人去读了 然后死里 然后像是 之前有一部蛮有名的 风俗业的漫画 然后就是有一个 去当那种 男生的风俗业的 然后出来 讲他的心路历程的 一个漫画 他其实就有讲到说 他去当那个风俗业 就是因为他想要存钱 去读大学 所以他不得不做这种 薪水很高的行业这样子 虽然他是用那种 很轻松的方式 搞笑的方式在讲 但其实后面 就会觉得说 他就是有一个 很大的压力 对 因为他们家 他妈妈就是 会一直骂他 说你读大学要干嘛 你是不是想花我很多钱 这种 这种感觉 嗯 好惨 对啊 很惨 还好台湾还蛮便宜的 还可以大学毕业 怎么样 你有什么 不知道耶 我之前 有在想要不要去日本念硕士 可是我就是因为看那个 大学院 学费 他也是快贵了 可是硕士就是两年而已 嗯 所以其实 比起正规的大学 可是好像比那个 就是比一般大学生的 学费还贵 对对对 因为你是研究生 对对对 怎样你想去吗 我没有 我看 我就是听了那个价钱 你可以考交流学会啊 考不上啊 可以啦 我觉得 没有 那个 我觉得是真的要 你很会念书的人 才有机会 可是我那时候 高中的时候考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差很多耶 真的假 真的 只是没上而已 那就是有差 就是 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学姐 是有考上那个 台日交流学会的 全额奖学金 就是把你送到日本的 比较地方大学 也国立的哦 国立的 然后就是cover你 四年所有的学费 杂费 住宿费 然后一个月给你 二十万日币 就是有生活费给你 对 是有给你一笔钱 你就是完全不用打工的 那种类型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学姐 有考上 然后就在和歌山大学 念了四年之后 就是在日本工作 这样 然后那时候 我跟李玛 高中的时候也想要 考这个考试 然后他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他有考一个日文 本日文的 就是看你的日文程度 跟另外一个是那种 有点像是综合科目 就有点像我们在考大学 那种题目 可是就只有两大类 两大科而已 就是历史啊 文学啊 社会科的感觉 一科 我那时候考的时候 是这样的 然后我社会科这个 考的分数是 可以 可以 OK的分数 可是我的日文 本科 考的 就考两科而已 不太好 对我记得 我依稀的印象 然后李玛是 他日文本科考的 比较好 他的那个分数是OK的 可是他的社会科 考的 没有那么好 所以有点像是 如果我的社会科 加上李玛的 日本语科 其实我就是 可以去日本留学了 他是过门砍 就大家都可以去 过门砍先 过门砍 有一个名额 你先第一阶段 比试上的时候 就是面试 面试上就OK了 所以只要过那个门砍 就可以去面试 对 所以就是 我那时候 对于高中的我来说 好像在努力一点点 或是在认真一下 好像就是 可以拼得到的感觉 其实这个真的很是 很棒的机会 因为他真的是 我觉得高中考大学 比较简单 可是我觉得大学 你是要考研究生的 大学院的比较难 对 他因为像这个 台日交流协会的奖学金 是除了高中生 考大学 也有大学生毕业之后 要去考他们的大学院 也有这两个全额的奖学金 对 我觉得我认识的人 去考都没有上 哦真的哦 是那种 就是要去考 学大学院的 哦 就都不是 都不是顶大 哦 那你为什么不拼看看 我就觉得我念书没有很好啊 你在说什么鬼话 他要考英文耶 对对对 他要考就是地理社会那些 对对地理社会 可是他地理社会不会考得很难啊 就是 我觉得 论述题耶 对啦 就是我 我觉得我念书没有到那么厉害 哦 我是OK 但是没有到很厉害 嗯 怎么办 你就报看看 我就是不是一个考试的 有报有机会 不要 我不想 我不想念书 哦 好吧 反正就是可以跟听众说有一个机会 对啊就这个机会啦 如果你有意愿的话 而且如果你是高中生 我觉得高中生比较好 可是因为高中生吼 就是家长 是一个关卡 对 家长会觉得 诶你怎么没有跟大家一起去考学测 没有啊 你也可以考学测 你也可以准备这个 可是这个 有点方向不太一样呢 可是这个日文 程度要够好啦 你要是高中就是有日文课的 比较有机会 嗯 嗯 有点难哦 可是我 我之前上的补习班 有好多熊中熊女的学生的日文都好好 是因为他们是熊中熊女 然后又可以 他们不用老师教 他们就自己会学会 可是他们补习班 他们日文是老师教的 哦 就是这样 嗯 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工作不太好找 啊 那个 本本老师不是说他有个同学吗 对 他说他有个同学 然后念到博士 然后借了六百万的奖学金 要还的那种的奖学金 然后现在找不到工作 对不对 对 真的很哑巴耶 因为你念到博士 你基本上只能找研究 研究单位 对啊 研究型的了 就是要在 就要学校教书 或是做研究 或者是 之类的 可是现在又不缺人 对 大家学校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不缺 蛮饱和 因为学生也变少了 嗯嗯嗯 对啊 有些在大学也要关 所以 除非你真的 对研究超有热爱的 不然我觉得 你去念硕士跟博士 你没有 你没有真的想做研究的话 会有一点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读 除非你真的要洗学历嘛 这样子 嗯 我觉得博士 尤其是博士这件事情 因为你 博士不是说 随便读个两年就可以 对 你博士真的是要 拿出点什么东西 才会有博士 嗯 不知道我是不会在网上念 我不要写论文 我真的没办法 嗯 大学毕业就够了 够了 我看到张老师那时候要毕业之前 然后写那个论文 写得超痛苦 我就知道 还好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因为那时候张老师的大学教授有问我说 要不要进他们系 然后帮我写推荐函 然后就说 我不要 不是啊 你不同 诶 哦 他也收外系学生 收外系学生 他就说你有心要念都念得起来 是没错啊 他说 我不要啊 我没兴趣 我对工业那种 就是他们是理科的 不是那种 就 不是我们有兴趣的类型 对 然后只是因为 刚好 他的教授也是我认识的 上师 所以 然后他们系 可能也有点缺忍 嗯 然后就会要不要念一下 之类的 我不要 嗯 想清楚 想清楚 我不要 我不要随随便便 为了混一个 不知道耶 我觉得光要写那个我就会很痛苦 我就会陷入第一潮 不是啊 你对那个东西没有想法 你要怎么写 对啊 你就硬写 你要有想法 就是要有一点热情 才有办法 对 你才生得出东西出来 嗯 我不要 我不行 好啦 不知道听众对于 就是日本读大学怎么样 你有没有在日本读大学的听众 可以分享一下 他们应该不会 不会来看我们的节目吧 哦真的哦 他们会看我们节目就是 那种还在学的吗 不是那种 日文很好的那种类型 对啊 他们应该听不下去我的日文吧 那 会啊 你日文怎么了吗 就是啊 我觉得应该 能到日本留学的人的日文口说 应该都不错吧 这个就是生活技能的吧 对啊 嗯 而且我觉得会日文的人很多耶 嗯 所以就是 我觉得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就是说不定有些人就是听得下去我们讲话啊 可是有些人就听不下去啦 像张老师现在都没有在听我们节目了 为什么 他说嗯 就嗯 怎样 他就说他觉得听不下去 为什么 他就没有 他不是有留下来的那一派 嗯 嗯 我就说不勉强啊 没关系 不用硬听 嗯 不用硬听 嗯 他说他想听轻松一点的 我们不轻松吗 他说这个有点 就是讨论一个话题的感觉 他想要娱乐型的吧 哦 嗯 所以他就只听台通啊 不用讲干话了 我们就没办法走那个路线 那个也很吃才能 对 很吃才能口条跟经验吧 对啊对啊 对啊 好啦 没关系我们就这样了 而且我们这个不怕没有题材 都这个类型 对 好啦那就借这篇话题的单字好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欢迎大家点进赞助连结 只要一杯咖啡的金额 就能支持我们设备升级 提供给大家更好的节目品质哦 也欢迎留下您的大名 以及要给我们的一段话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回复您 你们的支持将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哦 好那这篇话题的单字 第一个字是 第一个字是 小学金 小学金 然后他的就是有分成 就是我刚刚有解释到 就是说他们的讲学金有分两种 一种是要还的 一种是不用还的 一种是弄啦 对一种是弄 那我们就是第二个字就是补充 就是弄 弄的意思就是大家其实蛮常会听到 是你买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 要缴弄还有多少 对贷款的那个弄 然后是车贷 就是车贷房贷会比较常用到弄这个字 可是他们的学贷不太会用弄哦 对对就会说讲学金 对所以只是他的意思就是弄的意思 所以我们补充一下 好那你要念一下他的那个拼音吗 那小学金的话 他就是汉字写也是写作讲学金 然后学是那个简体的学 然后念法的话就是 六个音节 然后第二个补充的字是 就是老长音 然后都是骗假名 对 你就是贷款 然后下一个字我们选了 其实就是有一点 中文的感觉 有一点一个门槛 嗯 一个标准的感觉 所以他通常后面就是会搭配 Hardorが高い或是低い 所以就是标准高跟标准低 然后你要翻门槛高门槛低这样 就是一个坎的感觉 对 然后他其实也有真正的那个柵栏的砍的意思 对的意思 就是实体也是Hardor 然后就是那种Image的感觉 也是Hardor 嗯嗯嗯嗯 这有点微妙的翻译吗 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 Hardor好像也是英文外来语吧 英文外来语 哦 H-U-R-D-L-E 怎么念 Hurdle 应该是吧 Hurdle 好啦 那那Hardor蛮好记得 就是跟Hurdle一起接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Hurdle 那请Google小姐念一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日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